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跟非邻居性尿道炎做戒别 第三种晶着的表现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大便的时候 尤其大便肝的时候呢 那么小便的这个尿道口 会有少量的这个白色飞目 这是晶着的三个表现 那么这个都属于这个第一类症状 就是下尿路症状 第二类的前列炎的症状是什么 是居部疼痛症状 就是骨盆区的疼痛 可以是下腹部 尺骨区 两个大腿的内侧 两个腹钩 还有大腿的根部 腹钩的地方 回应部 回应部就是阴囊跟肛门之间的地方 还有就是下腰部 底部 那么整个的骨盆区域呢 都可能出现疼痛 但是呢 一般这种疼痛程度都不会很重 如果很重的话 一定要跟其他的病要做界别了 那么第三大类表现的就是 表现为性神经冠状症的症状 这个神经衰弱的症状 还有就是性功能障碍的症状 包括阳危 早歇 心血低下 射精无力 这些情况 感谢观看